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火力交战就是要和大家探讨有关托格罗里的规则 如果我们真的是遇见它 我们又如何应该要加强我们的防范意识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今天的大主题 集装箱罗里是道路上不可忽视的大型交通工具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和主要干道上频繁出没 而近期接连发生的集装箱脱落导致压车事故 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这些事故往往与货车超载 超速或操作不当相关 不仅造成车辆损毁 更严重威胁其他驾驶员和行人的生命安全 这些事件让我们意识到 与集装箱罗里共行时保持警惕的重要性 那么普通车辆该如何与集装箱罗里安全共行呢 如何识别货车盲区 看见超速货车能否举报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了解驾驶遇到集装箱罗里的安全应对贴士吧 没错 今天的课题我们就好好的来探讨 当然马上就要请到 现在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嘉宾 他就会帮助我们来一一解答 马上请到的就是道路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刘德华先生 你好 刘德华先生 你好 但是我想因为其实有关这个托格罗里的意外 也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我们立刻来回顾一下 就是在较早前或几年前 所发生的一些比较震撼的一些车祸好不好 那第一种呢其实就是有发生在2021年 就是在吉隆坡市中心 对对 这个事故我还记得 是在早几年前 其实如果说我们的交通事故 包括有involved那个罗里 还是那个中心车辆 这个是不胜没急 但是这一中是它是发生在闹市 然后它根底差不多是有六辆车 如果没记住后有六辆车 创在一块 所以 刘主任你刚才有提到 就是发生在闹市 这也是吉隆坡市中心 这主要的关键点就是地点呢 因为托格罗里呢 其实不允许呢 就是加入这个城市的这个范围的 对不对 对 它是看时间 高峰期不行 比如说那几点到几点才可以呢 高峰期大概是在十点 早上十点 早上十点之前呢 是属于高峰期 五点之后也是属于高峰期 就塞车的时间 所以是十点到五点的 这个时间是可以使用 是可以使用的 可是由于这个托格罗里 它的那个司机已经犯规了 所以整件事情 最根究竟就是它的一个 犯规而引发的一个车祸 如果照法里来讲 它当然是它犯规了 但是民众也有一定的责任 是 因为我们要懂得 怎么去跟一个 如果看到有Hair一个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保持 那个距离跟安全 因为主要原因就是 为什么会就是 怎么说定下来这些时间点呢 主要就是要避免或降低 这个车祸率嘛 对不对 那除了第一宗的这个案件之外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第二宗的这个E-Fi 这个就在2020年 在南巴生谷的这个高速公路 这跟我有一点印象 这种事发生在我们所谓的SKVE 它是比较靠近Prolita 是 所以我们从这个照片里看到 当时是在高峰级 下面是那个自主塞车 是塞车车 它是从那个高架桥 冲过那个富栏 所以那个富栏没有办法 去组织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最后它掉下来它死掉 因为托格洛里就是体型除了大之外 它其实也非常高 所以很难就是有关的阻拦 可以阻到它 其实这个真的是 从天而降的一个 我们叫什么 一个横货 一个不幸 没错 就是横货突然来 但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样是谁的错呢 想问一下 这个如果我们说 可能是那个 驾驶的那个托格洛里 它一定有它的错 有它的责任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 完全是它错 因为在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很靠近 这个Prolita 它的富栏应该是装着 一个比较好的富栏 好的富栏 它可以能够function 能够hold住那个托格洛里 这里也是要提醒民众 比如说在类似这样的一些 高速公路的非常多的 这些体型比较大的 这些罗里行驶的话 其实要特别小心的 对不对 对 那下一个新闻 我们也来看一下 2023年9月 对 这个2023年9月 是去年的事情 是 它是发生在丹中加让 这个是 其实它是一个 普通的那个罗里车祸 但是它重点是 它载了大概是 100箱化学药品 白桶的化学物 然后当然我们是说 如果每一个驾驶 重型车辆 它都是要一个很好的训练 尤其是要载那些化学瓶的 因为它会危害那边的村民 很少的训练就是 它的驾驶技巧是吧 对 所以它在拐弯啊等等 所以如何去平衡整辆车 这个就是一个技巧 因为那个化学药品 是水来的 它会咬的 如果你不懂得 怎么去控制它的话 你就很容易失控 失重 哦 了解 那这起交通事故 有没有导致 人民伤亡呢 如果我们有去 这个是没有人民伤亡 但是事后就有很多工夫要走 对 因为化学药物 可能流入了这沟渠 再流入我们河流 就污染了 什么水源 那我们再接下来 再看第四中的这个EVY 第四中的EVY呢 2024年3月 冰城的北海 在冰城北海 北海也是有港口嘛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重型车辆出现 但是这一宗是比较特别的 是因为在集中箱里面 它们在那些比较重的货物 是 它们都要有一个lock 能lock住它 它不然的话 那货后就会摇摆 然后这一宗之后 可能是司机没有把这个货物 好好地去检查清楚 之后它在U灯的时候 那货物失控 整个货机前面 把整个集中箱压 它向那个车头部分 最后导致那个下车司机死亡 所以这起事故可以说是因为它没有锁好 没有锁好 它是没有锁好那个托格 还是没有锁好里面的货物 里面的货物 所以呢 不只是那个托格的安全性之外 里面的这个货物 也是要就是有序的排 以及把它固定好 对 不然就会有一个冲击力 跟失去平衡 对了解 所以种种的这种事迹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通常 说实在话 它们好大 如果是在交通的话 它们的体积真的非常大 那如果是我们一般的那种私家车的话 跟它相比的话 真的是大无间小无 那有没有一些安全措施 可以教导我们 在面对这些托格楼里 在同时行驶的时候 有什么安全贴是我们一定要多注意的 像你说的 它们体型大 给它们是大象 我们是老鼠 第二个我们也要明白到 它们的performance跟车不一样 我们车可能说 我们能够即时刹车 它们不行的 它们就好比是否刹车 否刹车要刹车 那个更长的距离 这是第一点 可是我们驾的蛮快的 对 在这个高速公路 你说当时说我们有 他们全部要安装那个黑箱 我不觉得是 因为如果是的话 它们会限时数是90 OK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看的话 那通常会发生事故 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会不会天气恶劣 还是路面的一些情况会导致 一般交通事故的发生的原因 都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给这个重型车辆 它有好几个 第一个是我们会发现到 我们很多的重型车辆 都不是新的 可能有些是已经几十年了 因为经济考量的因素 所以他们就没有换 所以车本身的问题 车本身的问题 它那个安全性能力是不足够的 第二个是那个司机 他们是要长时间工作的 给劳累 劳累 他们是你驾多 你驾多 不要多汤 你转得不要多 对 熬夜 熬夜 精神不及重 然后有天 恶劣天气 尤其是现在 外面还下着雨 对对对 有时在下雨的话 路面就很滑 然后那个道路规划 欠加 刚才其中一个在SKV发生的 就是这个道路 要拐弯的弯太拐了 太拐了 而且这高啊 富然又不够强啊 对 这样这种多因素之下 它当然是容易发生 这样我们来说一下 刘主任 在马来西亚 就是的一些道路的状况 设计 你觉得是安全的吗 不是每个道路都可以适合 那个重型车辆的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标准 标示说 你不可以进去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吗 我们只是说 看到几个说 你要加帽 你不能隔车 给重型车辆 但是没有一些地方说 你不准进来 有些达曼 他们要阻止 他们是说那个frame 这样他不能过 就这样子 那第五个原因 那就超在于不平衡了 那我们也来立刻看一下 就是托格罗里有分成 就是不一样的 它的规格 对 重量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6米是最常见的 而它的刹伤力 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小 但不是完全没有 可以承载的重量是24吨 24吨 它大概重量是 它是24到40 这个40 如果可以走到40 只是看它的货帅是什么货 如果它是在那个 比较重的那种machine 它可以到40吨 那这个是比较不常见 40吨 这一家可以40吨 没有没有 就是说这个 但是看它货品是在什么 我们可能看到的 发生事故是这一个 而不是这一个 但是主要我们再来说回来 一般上在马路上行驶的 分成三种 有6米 12米 16米 然后我看重量有24吨 28吨 以及30吨 可是频繁发生意外 它一般上设计的是12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多 比较 比较多 数量比较多 比较多人用 6米的是比较平常 它比较大一点点 是 是 那么 因为我们自己看到 它承载的重量 是大概这样的一个重量 但是我也想问 如果发生车或整辆车 撞下来或倒下来 的重量会去到多重 它大概是200公斤到400公斤 很夸张 这个是 Depends on 蛮多因素 就是说它可能是 拉斜坡 或是说 那个 路线是比较高 高时速件 它可以到200 400公斤 你想 你客想而知 我们在我们的汽车 如果有个200 400公斤压下来 我们应该生存率是 似乎是零的 直接会被压扁 压扁 压扁 对 好比说可能我们在面对 不是 对 因为我们在马路上行事 我们无法去预测它会不会出现 对 对不对 像如果它真的出现怎么办 它可能也看不到我们 对 对不对 对对 这样如果它真的出现 我们应该要怎样去避开它 OK 第一个时间如果说 我们看到一样 OK 我们可以在 我们可能在旁边 前面 还是在后面 OK 这个地方 全部地方都有盲区 是 这个盲区 尤其严重的是在前面 前面是在比方说 那些摩托 如果你的汽车是越小 它越看不见你 OK 然后在旁边那个危险更大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驾车的时候 它在slow lane 我们在fast lane 或者以前的 第二年代我们没有海外的时候 我们就双向车到时候 我们要割车 是 这个都是很危险 因为它们看不到我们的 因为它又很长 它又很长 你要拿更长时间 所以说我们遇到它们的时候 我们尽量回避 尽量离开夜远也好 当我们没办法 我们要割车的时候 我们就要掌握那个速度 尽快 很恐怖 可是刘主任刚才有说速度 对 那所谓的这个速度 怎么样来区别呢 你要尽快离开 比方你在这边 你这辆车要割它的话 你要尽快离开这一个区 所以你就没办法 你一定要快速 但是你要快速的时候 如果这个是双方向的话 这样你要注意前面有没有车 明白 所以不是这么容易的 那如果我们行车 安全的车距 大概是多少 通常我们不想距离的 我们讲那个时间 时间 我们有那个三秒跟四秒 对 三秒是说我们那个距离 是大概我们平均的车速 要需要三秒才能走完的 所以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 但现在大多数的汽车 都有那个指示灯 它的指示灯告诉你太近了 如果它的那个指示灯 它是以 它根据你的车速 如果你车速越高的话 它就越敏感 其实老实说 有些时候我是很害怕 比如说那个托格楼里 它是在我后方 因为前面有人就是停车的话 我要停车 它冲着来的时候 我很怕它会撞上我 真的 因为它也无法及时地去停车 对不对 对 所以还是前面后面都不要 对 反正看到这样子的话 你就赶快闪就是了 可是你在前面很难闪啊 所以怎样闪 如果能的话 你不是闪旁边去咯 如果是可以的话 我们尽量的就是去到这个 慢时的这个道路上 就可能可以避开咯 当然它们的那个驾驶的这个时限 也特别有限 就可能速度 不可以超过一定的速度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真的还是要自己 要自顾 要注重自己的安全 可以这么说 那可能这里我们也来科普一下 比如说这些司机 所以我们也要提醒他们一下 在不同的这个天气 不同的道路呢 其实他们有不一样的这个 驾驶的速度 对不对 对 一般在高速驾道 它们的时速能够到90 90km per hour 然后在普通道路 它们是80 普通道路不是在城市里面 城市它其实是可以在40 左右 然后它在那些比较 那个山路 或者一些比较多车的地方 它时速越更低 不然的话 40 30 40 30 20那个是在很极端的情况之下 因为是怕它不能够即使刹车 那么就是就是驾驶人士 如果发现到它呢 就是如果有超时 回归了 刚刚刘主任所提到的这些速度呢 立刻呢 拨打这个电话 控告一下 对可以拨打热气的 大家现在就可以打 这个路交通局的这些电话 或者是 Cplus大道的公路的这些电话 来去申诉的 对不对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刘主任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你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来关注汽车辅助工具有哪些 汽车辅助工具 测试小圆镜 测试小圆镜是一种安装在 汽车测试镜上的辅助工具 能够扩大驾驶员的视野 特别是在并线 倒车和转弯时 能有效减少盲区 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测试小圆镜通常设计成可旋转的角度 方便驾驶员观察车的两侧 和周围的路面状况 让驾驶员可以更好地判断距离 避开车辆和障碍物的碰撞 然而在使用时 也不要完全依赖小圆镜 应该同时观察前方和整体的路况 确保行车的安全 后视镜行车记录仪 后视镜行车记录仪 就是结合传统后视镜 和行车记录功能的一种设备 它可以实时记录行车过程中的视频和音频 为事故责任提供关键证据 此外 部分高端型号还具有停车监控 倒车影像等功能 进一步提升了驾驶的便利性 不过在选择该设备时 需要注意画质的清晰度和存储容量 以确保在关键时能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汽车冲气泵 汽车冲气泵是一款专为轮胎气压不足而设计的实用工具 它操作简单 体积小巧便于存放在车内 非常适合长途驾驶时使用 当遇到轮胎漏气时 可以快速为轮胎补气 避免因气压不足导致轮胎损坏 不仅如此 有些汽车充气泵还拥有很多功能 有的能为手机充电 有的甚至可以在汽车煤电时 为汽车进行搭线充电非常方便 WOW MEGA SALES WOW MEGA SALES 精彩促销 超越期待 WOW MEGA SALES 正在TV3和TVSIMILLION热播 那热期是在11月25日至29日 购物满50令吉即可 就是享有高达35令吉的折扣 一年一次的WOW机会不要错过 立刻浏览www.wowshop.com.my 抢购吧 生活一定要WOW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 火力加油站的这个内容当中 我们继续来谈这一个 如果在道路上遇到意外的话 那个车的保险还有意外险 应该要怎么选呢 那马上请到我们这位嘉宾 他就是保险顾问庄艾施 艾施你好 艾施你好 那么其实就是当意外一发生的时候 就是这个保险非常重要 但是在保险中 我相信有很多人驾驶了多年 可能也并不是很熟悉 或者有一些新手的也不熟悉 可能今天就艾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其实比如说汽车保险 可以分成几类的 主要有三大 就是我们通常会听到的就是 三号保险 二号保险跟综合型保险 所以三号保险是保障是 比较少的 因为它是只是保第三方的财务损失 或者是它的一些伤亡 然后二号保险就是包括第三方 还有自己车主的车失火或者是失窃 对 然后综合型就是包括第三方 然后自己本身的车的失火失窃 再加上自己车的事故 那些判断 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缺点好不好 来看三号保险 它其实不包括车主损失 那么可能 艾施和我们解释一下第三方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的车撞到别人的车 或者是别人可能摩托或者是 这个别人就是第三方了 他claim我们 这样我有钱陪他 但是如果我车 如果我是三号保险 我车被撞 我要claim回自己是没有的claim 自己的银行 自己就要掏药报了 对 所以在二号保险 它有保第三方又保自己 但是它不涵盖事故 对 损失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的车 我们撞车 这样如果我只可以 赔它对方的 那我自己的车 有损失还是什么 就不能赔 除非是我的车失火或者是失窃 失火和失窃才有 对 事故是没有 意外是没有的 对 这样子听下来的话 肯定就会选综合 对对 但是综合的价格是比较高 高多少 高一点点 其实没有到你想象中高那么多 比如说如果说是试驾 可能50千的车 可能你的保险加到来 再加一些附加的东西的话 可能一年才千多块 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在报章上 我们就看到一些新闻报道 是 就有说其实发生了意外 可能这个车主呢怎么第三方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看起来那个综合的就比较好一点 还是有人会去购买第二号或者第三号的呢 有一些人他是考量可能他的车龄比较旧了 可能他的车的试驾可能不值得这么多钱 所以他可能想要节省一点 所以他就用比较少的钱在保险上面 但是节省那一点点的一年 但是会不会损失更大呢 如果真的发生意外 因为可能涉及的就是一个人命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保第三方 他肯定是有已经排带 没有保自己 就算你买综合型 其实如果是车主商王的话 其实你的车鞋也是没有保的 那个是属于意外保险 就是自身的那个保险 对意外保险 就看你选择的那个保险的配套是哪种 对对对 如果是附加的话 这样子的话 他这些有好比说刚才综合的 那些大径啊 还是水灾啦 还是什么 这些都有涵盖在里头 这些是你自己要额外附加的 像有一些地区 像雪龙区 肯定我们会建议他 加那个自然灾害的那个add-on 然后车大径就属于那些 可能他比较做 驾长途 驾长途车啊 或者很常在海味啊 对对对对 就车镜爆 其实车镜还蛮贵的 然后其实就算你没有加到这个大径的话 其实你也是可以claim你的保险 车险 但是你的NCD会损失 就会被扣了 对对对对 所以就不划算 这样子我想要请问一下 有没有说可能我的车好好的放在那里parking 然后突然他们吵架 不小心打到我的车 这个算什么情况 这个属于如果你有加到这个扰乱 或者民事破坏的话 就可以索赔了 是这样子哦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额外附加的 对这是额外附加的 所以扰乱也是可以的 然后乘客 乘客法律责任 这个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的车里面有另外一个乘客 那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导致我的乘客受伤 这样子他是没有任何保险的 像如果我有附加到这个的话 这样他就可以claim我的车险 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的 就是叫什么 我们就用这个手机用程序叫车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一些是不是这种的司机 他一定要买类似这样的保险 是的 他们加入那个平台 他就一定要买那个 他们ehealing的保险 它有另外一个车险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胡乱 就叫隔壁邻居这样去载我们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就给一个几十令吉 因为可能如果发生意外呢 其实你没有被保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普通保车险是保私家用途的 而不是拿来赚钱的 对对对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好像秦文凭这样 这样有钱的人 他可能家里面有很多辆车 多很多辆车 可能每一天换来换去有不同人家嘛 对对对对 那么这种保险又是怎样买呢 他其实他每一辆车都要有自己的保车险的 他不能说我有一个全部保了 特别的 他一辆车一定要自己 因为我们是对你的那个车牌号嘛 然后呢 你就要看你的车的用途是什么 但是一个车主可以同时拥有很多辆车 对不对 可以可以可以 只是说一辆车它的保险是个别个别的 个别的车型 但是如果那个驾驶人士的名字是可以很多的吗 还是 现在大多数的车型它已经是unlimited driver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不同人驾你的车 可是这一些是不是那保费会增加呢 其实已经算是在包含在里面了 没有的 所以越加越多更好了 嗯 它已经是unlimited 对 可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家里真的很多辆车的话 那保险费 哇一年算来真的是一比数 有没有说我们可以取巧一些 可能我们来怎么选择 那可以让我们的保险额可以低一点点的 有没有说可能车零还是什么的话 就不用买车的 那它其实它会以你的 比如说你有一辆车很旧了的 那可能你的用途只是普通在附近 在家里附近 在家里附近 这样可能你可以选择买的 就是add on那边可能你就不需要add on其他的东西 像大进可能你不需要加 因为其实大进的那个费用还蛮高的 所以就是新车的话建议是用这个综合型的保险 旧车的话可以就是2号或者3号 对 那么长途和短途呢 都最好是综合型的或者附加型 全部都要 就是要看你要附加什么东西进去 就是普通的轿车 真的 OK 那如果跟其他保险对比呢 因为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个车的保险 那还有如果我们个别个人买的话 又有一些意不外保险还是什么 那这个要怎么样去区别 那我们车嫌其实是不把我们自己车足受伤那些 那我们要claim的时候怎么办 受伤还是什么 这样我们就要看不同保险 这样比如说意外保险 它是主要是在意外人受死亡的话 或者是终身残疾 那边就可以做一个理赔 它其实它的性价比还蛮高的 因为它的保费真的是很便宜 然后呢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其实涵盖在医疗方面 其实是有一定的limit的 就是可能只是一年5000块 那你剩下的呢 就可能依靠你自己的医药卡那边帮你负担 OK 可是现在一般上好像都是一个 也是算是那种综合型的 就里头又有人受险 又有医药卡 又有意外险 这样子的类似 大多数人会第一份 他人生中第一份保险 他会全部夹进去里面 像有一些可能他会比较 比较想要他有其他的保险 就比如说意外保险 它其实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比如说我去ATM取钱的话 我被打抢 这个意外保险可以赔我钱 或者是我的电话被抢 我也是可以从意外保险那边Claim 这是医药卡那边不能给我的 对 因为医药卡只是医院方面 OK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幸遇上车祸 然后发生一些意外上或者是这些的话 我们是Claim这个意外险 还是我们的医药卡呢 如果是清脏的话 你可以选择你要Claim意外保险 还是要Claim医药卡 这有选择 因为其实医药卡还是有包括意外 对 那如果不要严重的话 当然是直接用医药卡就好了 是 那爱事我也想问 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 一个人真的很不幸的发生车祸 但是他就是要Claim他的这个车 去修理费 对不对 一般上在这个保险里边 可能你就可以Claim你的这几天的损失 交通费 然后累税这样的很多 但是其实都没有给到的 一般上就是那个修车的维修的 就跟你维修了之后 你就拿了车你就走了 那么其实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是应该要这样出 你可以跟那个保险公司做一个申请 理赔的申请 比如说你有add on到一些 就是他会不方便的allowance那方面 这样你就可以跟保险公司做一个礼品 因为一般上就是这些维修的公司 他都是哎呀一条路我帮你做完了 对对对 那你要怎样呢 那个是帮你维修车那些 他就帮你维修车他帮你申请 然后会有那个保险公司会派adjuster过来 然后就帮你看你车的损失那些 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报告 那你其他的比如说医疗方面的话 自己的车险是没有保的嘛 除非你有另外附加 这样你就在跟保险公司那边做理赔 你会可以找你的代理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跟你的保险从业员的代理 要有一个紧密的这个关系 是的 因为他们也可以建议你去哪一个修车行会比较好 了解 那其实现在买保险呢 其实还有很多额外的一些服务的啦 对不对 比如说好像你要换这个轮胎啦等等 14小时内都很不错的 拖车服务 对对对 所以最重要就是大家先要了解 你买的保险的内容涵盖的层面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在你还没有付费还有签名之前 一定要先了解 对对对 有一些人其实他的他的代理已经帮他安排好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或者是他需要什么 就比如说那个天才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没有买到 对 等到事故发生才知道原来我是没有夹到这个的 是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学会了很多有关的我们的这个车的保险 也非常感谢艾师来到现场 谢谢 那么其实保险呢有很多种呢 我们现在立刻来看有什么是非常特别的保险呢 特别的保险 恋爱险 恋爱险是一种以情感为主题的创新保险 专为情侣设计 用来增添恋爱中的仪式感和纪念意义 情侣或夫妻投保之后 如果双方在约定期限内维持情侣或婚姻关系 保险公司会支付爱情奖作为祝福 恋爱险因其独特的创意和情感价值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 然而部分平台因为兑现承诺而引发争议 因此消费者在投保前需详细了解合同内容 确保权益不会受到影响 失眠险 失眠险是一款专注睡眠健康的创新保险 通过赔付机制鼓励投保人改善睡眠质量 在保障期内如发生严重失眠且满足理赔条件 投保人可以获得赔偿 与传统保险不同 失眠险结合了现代科技 部分产品利用智能设备监测睡眠数据 记录并分析用户的睡眠质量 然而失眠险的操作门槛高 赔付标准严格 因此投保前需理性评估 看看该保险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吃货险 吃货险是一种专门为美食爱好者设计的趣味型保险 主要针对食品相关风险提供保障 例如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住院费用 食物中毒导致的身故赔偿 或饮食不适造成的经济损失 该保险保费低 保障期限短 非常适合喜欢尝试各类美食的人群 然而由于其保障范围较为有限 投保人应仔细了解赔付条件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首要媒体2025新春推荐里 将会携手中文电台LFM 网络电视Tonton 网站VeryCharm Rodella 谈谈网以及居家购物平台WOWSHOP 合力打造2025年新春活动 通过Budu空间电视直播 为观众揭晓了相关主题 以及活动的精彩内容 就在明天11月26日 星期二晚上9点Budu空间准时播出 到时候与大家一起欢庆新春好事 那我也会在现场喔 所以呢到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欢唐 一定要收拾我们的Budu空间了 好那回到我们活力加油站的内容 那今天的料理好easy呢 我们就来煮这道料理看似很easy 但真的非常非常的香浓喔 马上请到的就是厨师Pierre Pierre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今天教的这道料理 我觉得是会不会有点台式 就是这个葱油胡椒鸡 对 你大家可以想象喔 又有葱油又有胡椒鸡 对然后就吃起来就是有一个 胡椒的香气 香辣这样子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些 香料的一些搭配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料理 真的特别是现在的那个天气 你知道一直下雨的 冷冷天吃胡椒最爽了 对 好我们马上来看用料有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就是鸡肉 今天我们的鸡腿啦 鸡腿会比较嫩一点 OK好 然后我们的葱花 葱花 然后这是我们的红葱酥 红葱 然后就拿去切碎 然后这个姜碎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葱段 对 然后这个就是红葱头 红葱头 这应该是泼了大概四分之一 对四分之一 OK好 然后这个就是姜片 姜片 然后这个是蒜 蒜 OK 然后就是青辣椒 然后就是油 油要多一点喔 OK好 那胡椒 对 这个是主角了对不对 对我们的主角 如果大家方便的话 可以的话 就选择现磨的那一种 喔 就是我们先买那个黑胡椒粒 然后自己磨 对 就是我们有 或者是外面有卖一罐一罐的 然后直接转的那一种 直接 对对 那一种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话会比较香醇 更香那个味道 更香 好了解 那再来就是胡椒粉 白胡椒 好 然后白砂糖 这个是盐 盐 还有很重要的高汤 对高汤 或者是鸡汤都可以 OK 首先我们先开始了 热锅 我们先热锅 OK 我们要开始煮了 热锅的话我们的油 我们先热油 因为我们首先我们要做这个胡椒油 喔 对 所以为什么刚刚你说这个油的用量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 对 那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在 在那个油泡的时候 对 我们会有这个姜葱啊 然后这个洋葱啊 然后一起去给它泡的 对 OK 然后首先我们先来调我们的这个葱油的部分 好的 首先我们的姜末 先把这个姜末 姜末大概一汤匙 然后这个 比较你的那个姜 你是怎么样切到这么碎 你是搅拌机 大家可以用那个搅拌机去打 喔真的可以喔 可以 喔 那方便很多耶 不用 因为姜末蛮烤功夫的啦 真的 如果是大家没有耐心 直接用那个搅拌机 没错 然后特别又是洋葱的话 对 吃到眼泪都要流完了 然后就是红葱 红葱 青葱 青葱 然后这个姜 OK 然后三个 然后我们的胡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要多 好 胡椒粉 我们就是全部加入 加入 加入 然后黑胡椒粉 黑胡椒 对 好 然后我们的白砂糖 白砂糖 少许 给它一点点的甜味 然后盐 好 这个盐 少许 OK 这个时候我们的锅已经热了 是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 一个稍微比较危险的一个动作 OK 这个是 大家可以家里的碗 滚烫的油 告诉大家 但是这个一定要小心 这个一定要小心 如果大家怕的话 大家可以准备一个碗 比较大一点的 OK 好 然后就慢慢地倒进去 就爆香它 大家 这边温馨提醒 你要选择那些 碗比较厚 对 或者是陶瓷是比较厚的 不然很担心太薄的玻璃它会 因为它的那个高温的油 这个时候它的热度是很高的 好 而且我们这样子下去的话 其实我们的味道就已经出来了 真的 有耶 好香喔 OK 然后我们留一点油 是 正式开始我们的 炒我们的鸡肉了 对 首先姜片 爆香 是 然后 红葱头 红葱头 这个时候就把刚才的那些 用料全部加入来 小心小心 没事 然后我们的蒜瓣 好 好 你吃辣 你吃辣吗 吃辣 吃辣的话 这个时候就加辣浇下去 OK 如果不吃辣的话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然后就不需要再加 可放或者是最后才放 为什么最后才放 是因为它的辣度比较不会出来 了解 只是一个好像一个点缀 或者是它的那个味道有点香香就可以 好 我们就简单的爆香一下 是 哇 好香喔 我告诉大家 因为这边用料全部都是那种很香料的那种 对 然后 我们的鸡肉 就可以进来了 这个时候就把我们刚刚切的这个鸡腿肉 对 加入 然后一起去爆香 如果家里没有鸡腿的话也可以用鸡胸 但是鸡腿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当然 因为还有那个油脂嘛 对 它的肉质会比较嫩 对 我们就简单的炒一炒一下 炒一炒 我告诉大家真的很香 没有想到那个味道 然后我们的高汤 高汤 重点来了 来 高汤 来 小心烫 如果家里高汤没有的话也可以用我们的米酒 哦 OK 我们就是大概腌快食材的一半 好 了解 可以加入高汤 大概食材的一半左右 然后我们这个 再简单的调个味 好 白砂糖一点点也是 是 一点点就好 我先给它熬煮一下 然后盐 是 然后我们的这个 刚刚调的这个 是 我们就是把它 小心小心 好 淋在鸡肉的上面 哦 淋在鸡肉上方 对 然后就给它慢慢的去煮 煮到熟透 就完成了 就好了 可以这么说 对 哇 可想而知它应该是 内应该是非常软的 对 然后你吃起来那个味道 就有这个很重的这个 葱油和胡椒的味道 OK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简单的放上去了 对 然后就给它盖 盖住 然后我们5分钟左右 5分钟左右 就完成上桌了 哇 太棒了 马上再次温习一下 那今天教给大家这个食谱吧 好 好 啦 好了 我可以上船 再来 我可以上船 我可以上船 那你 那啊 你 我可以上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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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的官云体验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值得注意的是 寻展期间 LG还特别展示了其电动汽车充电设备 进一步拓展智能出行领域 品牌不仅致力于为用户在家提供AI电子产品带来的各种便利 还积极在汽车领域进行研发 推动智能出行体验 此次巡展在展示LG前映科技的同时 也预示着品牌未来在智能生活和出行领域的更多突破 欢迎去收看火力加油站来到洞起来这个单元呢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那当然就是有关就是驾驶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驾驶呢 主要呢为什么你们会感觉到非常疲劳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那为什么 立刻来看一下 因为如果长时间尤其是长途的这个开车的话呢 当然就是久坐 久坐的时候呢 因为你的这个活动其实并不多 然后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活动逐渐的减少的 然后逐渐呢也会呢 造成有关的肌肉呢 会和我们的大脑呢 就是抢血的这个供应的 然后呢 所以呢 当你在抢血的当人呢 那个血无法去到大脑呢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疲惫 然后呢 就是可能想睡觉啊 等等的 那么如果你久坐的话呢 除了就是在车上 或者是在某某的这个交通工具 或者在办公室上呢 一般上呢 都有一定的这些 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了 比如说 你的这个腰椎肩盘 可能会造成突出哦 所以呢 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如果在 坐的时候姿势呢 不正确的 然后呢 也会造成这个肌肉萎缩的 那比如说很多的 我们德士的这个司机的 这些哥哥们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啊 就是在人整天了之后呢 可能要下车呢 要活动一下的 那一般上我们都会听到他们的 这个腰背呢 肌肉呢 都会有这个酸痛的 然后呢 可能也会造成一些 深静脉的这个血酸的 所以呢 听起来呢 其实它造成的后果呢 也非常严重的 那么我们如何呢 去缓和 类似这样的一些状况呢 我们也有请秦文斌 来和我们一起做这些 其实在车上呢 也可以做的一些 很简单的一些运动啊 现在就是仿佛 我们坐在车里边 那你要开快车 还是快慢车 但是呢 在这里呢 就是要和大家说一声 如果你要做 类似这样的一个动作 当然就是 是不是在开着车 那当然把这个车子呢 停下来 或者在等这个 红绿灯的时候 也可以做 类似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 是非常的容易的 那比如说 主要呢 我们就要活动一下 我们上半步的 这个身体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 就放前 因为在车里边的 这个空间也并不是很大 那所以呢 可以这样 然后很简单 握拳 握拳 然后把它开去后面 那你就会有两边的 肩胛骨夹在一起了 有没有 有 然后再放回前面 在肩胛骨去后面 那所以呢 你就会感觉得到 里边我们的这个血液上半身呢 有一动 有一点的就是在输送着 然后你就可以缓解一下 对 上半步 现在正在血液循环 对 那就是 因为我们肌肉 一直和我们大脑 抢这个血液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 做类似这样的一些运动呢 加强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的 那除了这个动作之外呢 可能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追尖 其实也是很累 对不对 那建议大家呢 可以一个手呢 把我们的右手 搭在我们的左肩 然后呢 我们的头呢 向左看 向左看 向右看 OK 放下来一样的 左手搭在我们的右肩 向下看 再向上看 类似这样 你就可以缓和整个的 我们的这个肩部的 所以我们要往不同的方向 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拉伸 是 因为尤其是我们在开长途车的时候 你可能就一直这样 或者一直这样 其实呢 整个的这个体重呢 一直在支撑 很僵硬的 对 那所以一定要做 类似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第三个动作呢 也非常的简单的 好 第一个的动作呢 比较相像 那其实一样的 手放前 握拳 握拳 但是现在呢 你打开的时候 把你的手慢慢的放下来 那这个你就可以加强 我们的这个手部的一些 血液循环 以及我们的这整个 上肩的一些循环了 看似很简单的动作 但做起来的时候 你真的会发现 上半身正在微热感的 就证明在血液循环了 是那除了呢 就是可能在开车啊 或者我们搭飞机啊 对 或者一些火车啊 比较长途 我都建议呢 大家呢 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大家一定要记起来 还有就是呢 我们活力加油站呢 在这里警惕大家 在雨天天气恶劣的时候呢 驾驶一定要小心 是真的一定要安全驾驶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好不好 好了那明天的课题呢 要和大家分享到的 就是关乎到 如果呢 突然你有一些耳目 或是晕眩的这种症状呢 真的是不要忽略 可能是你的耳时脱落 不是耳时哦 是耳时哦 石头的石 到底耳时是什么呢 那明天呢 一定要留守我们的 活力加油站了 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欢迎大家发简 讯息来 018-3650-792 是的 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有专家呢 和大家去探讨这个课题的 那么现在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也来看一下 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立刻来看一下 近期 Kinohimitsu与Watson's Malaysia 联合在TRX的106交易塔 举办糖尿病关注月活动 该活动主要针对 马来西亚日益普遍的糖尿病问题 并呼吁全民关注预防 与早期干预 Kinohimitsu也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叫做Kinohimitsu Well-Shirt Sugar Balance 这个产品其实可以控制到我们的血糖 Kinohimitsu也很高兴可以和Watson's Malaysia 联合一个活动 由3月3号到4号12月就可以走进去Watson's 有药物馆的外面 可以做一个免费的 Free Google blood test 各位走出第一步 我们大家统治我们自己的健康了 活动中 Kinohimitsu发布了针对糖尿病问题设计的新产品 Well-Shirt Sugar Balance 这是一款植物蛋白全营养饮品 富含28种维生素与矿物质 DGI配方 以及帮助稳定血糖的关键成分 此外 Kinohimitsu也邀请药剂师和饮食治疗师 普及糖尿病相关知识 提升健康管理意识 不仅如此 Kinohimitsu与Watson's也在全国96家门店 免费提供健康筛查 以倡导早期检测的重要性 若你也想要更好的预防糖尿病 现在就到大马各大中西药行 以及Kinohimitsu官网购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